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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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随着好时越界 我代表福利逐渐减少 我们换算一下每秒钟也不多 相当于每秒钟1000块钱 而且只要你们在这7道题当中回答正确 4题及以上整场的累计福利将翻倍 另外还给到你们一个特殊的道具卡 就是在节目开不到现在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张道具卡叫做电话求助卡 如果使用的话 可以电话连线到一位此刻正在同步观看的 小忙直播间的一位网友 你们四个人配合一起来共同答题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协作努力 今天把这个福利赢取得多多的 好不好 好 百秒竞达正式开始 第一题关键词是 动物 请听题 小忙正在家中观看动物世界 请问以下选项中描述正确的是 A 站立的猪无法抬头看天空 B 袋鼠摇手是因为心情好而产生的行为 C 举起双手的小熊猫是为了投降 请回答 描述正确的是 我跟你说 B 肯定是错的 因为 B 挠那个手 它是挠痒痒 然后 C 是小熊猫 它举双手 它是为了恐吓别人 站立的猪无法抬头看天空 我没见过猪站立的 猪站立就是四角着地 不是像人类的站立 首先它能不能站就是个问题 因为猪它没有脖子 它就是身子连着头 不是因为猪它自己太重 腿又短 它根本立不起来 好像有点道理 快 没有时间了 我猪A 那就选A吧 来 3 2 3 拿了吧 小猫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 三位共同给出A选项 认为站立的猪 无法抬头看天空 应该不太行 你们觉得这一题的把握有多少 百分之一百 赖美云这么自信吗 第一题总得有点自信 对 第一题 这个有什么规律吗 如果第一题都没有自信的话 那万一我们打子打得越来越没自信 那我们等于自信就没有过 就是不管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自信先要有 对 我相信我的团圆 万一第一题就错的话 你觉得 那我就马上倒露给大家看 有这么大呀 玩这么大 玩这么大吗 如果这一题回答正确 将为正在小忙直播间互动的观众朋友 迎娶到价值38700元现金的毫无福利 如果错误的话 一分没有 没事 正确答案是 好紧张哦 是A 吗 还是B 还是C 我已经清楚他有套路了 正确答案是 恭喜回答正确 A 如果没记错的话 其实赖美云讲得非常对 因为脖子 脖子这个事情没讲对 但是有关于 袋鼠摇手是挠痒痒 人家猪宝宝呢 是有脖子的 只是脖子非常短 而且呢 他们的这个脊椎啊 是从脖子开始的 因此 他们四脚着地的时候 这个猪啊 是没有办法灵活地扭头 抬头这样看天空的 包括这个小熊猫举手 是为了吓唬别人 让天敌感受到 误以为它是一个很庞大的动物 好萌啊 可它举手也太可爱了 所以恭喜你们 奇开得胜 好 那此刻呢 也是为我们小忙直播间正在互动的网友朋友们 赢取到了价值三万八千七百元现金的好物福利了 恭喜你们 再接再厉 好的 下一题的关键词是 护发 这个问题 我可是有发现权 你这短发的也护发 对 因为我经常就是烫啊染啊 然后我们对护发都有一点小心则 好 来吧 那咱们请听题 以下妈妈对小忙的日常唠叨中 哪条护发建议是不科学的 不对的 A 洗头后将头发自然晾干 对头发好 B 别湿着头发睡觉 容易白头 C 去爬山要戴顶帽子 别把头发晒伤了 这对的 请回答 B肯定是错的 怎么可能容易白头 对啊 不用考虑了 绝对是B 等一下 那我问你爬山为什么要戴帽子 头发会晒伤吗 对 头皮会晒伤 B肯定是错的啦 是的 头发睡觉 这个跟白头没有 只会 只会有屎 有那个净湿气 净身气 会头疼 但是不会白头 对对对 全B吧 那选那啥吧 快点时间 那飞鱼可能放下来 拿来吧 小忙 因为啊 通常我都会在这个 小小的复盘的时候 理清一下大家讨论的线索 但三位妹妹同时讨论 我就好像抓不到源头的感觉 没关系 沈云老师 你也不需要去抓 其实你仔细放慢去听 没有任何的逻辑 收声都很难 你们没有任何人质疑 A选项吗 啊 我只是问啊 我只是问啊 并不代表说正确的选项 不是你们选的啊 古代的时候没有吹风机 不都自然晾干的吗 但我知道就是不能吹热风 吹热风的话它会让头发变干 所以你们在复盘之后 仍然认为B是正确选项 对不对 肯定是B了 不是B我就马上倒立 马上倒立 又倒立 亚敏 你话要讲得这么狠是吗 对 立了一下 我天哪 来吧 如果这一题回答正确的话 将会正在小忙直播间互动的观众 赢取到这一题价值 五万八千元现金的毫无福利 正确答案是 我们通常形容 我这口气啊 我这口气差点 我们通常形容一个很厉害 像你们一样很厉害的女歌手 在舞台上的表现 我们通常会用某一个字母来说她 对不对 很A 看 结束了 不会吧 正确答案是 A 很遗憾 不是吧 我来先为大家解释一下B选项 中医认为睡前不出开头发 会让头发一直处于寒冷状态 类似伤寒的慢性消耗性疾病 会使得毛球色素细胞不再生长发育 进而导致头发丧失分泌黑色素的能力 引起头发发白的现象 原来是这个 关于C选项 如果你经常曝晒你的头发的话 会让你的头发 因为紫外线对蛋白质有分解作用 会让你的头发造成干枯分叉 甚至断发 那关于A选项 你们刚才都没有着重讨论的这个选项 正确的做法其实应该是 用毛巾包裹 吸收水分 头发不滴水之后 再用吹风筒 用适量的温度去吹干它 而且关于护发呢 我自己也有一个小秒招 有一个很好用的产品 叫做Seven Nights 它有个头皮护理精华液 就是你的头皮手细要护理健康之后呢 你的头发才能够自然 才能够顺滑 而且呢在咱们小盲APP 就有卖我们的Seven Nights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现场也有啊 非常漂亮 非常的漂亮 大家认准 Seven Nights只在小盲麦 很遗憾 这一题没有答对 好的 那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呢 也不要忘记为三位来宾加油打气哦 大家可以赶快拿起手机 进入义务商店下赛小盲APP 进拿来的小盲直播间 点击关注参与互动 拿万元好礼 还有汽车七七都送 这一题的关键词是 蒙宠 这是我们擅长的领域了 这里有三位掺食官 哎呀 那这一题应该完全没有难度 我们家里加起的猫 快赶上火箭少女了 不可能打错的了 又不可能 你已经欠了一个倒立了 准备好 请听题 赖美云在小盲APP的猛宠频道 看到有粉丝提问 家中三只小猫和人相处时 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请问此时和哪只猫互动 会比较安全合适 A 尾巴竖起 尾肩弯曲 呈问号形状的小白猫 B 尾巴持续快速 左右大摆动的小黑猫 C 尾巴夹在两腿中间的小橘猫 请回答 A 绝对是A了 我觉得A和B中间一个 我家有一只B 就是左右摇尾巴的猫 它那个时候千万别摸 不耐烦的时候就会这样 不耐烦 对 它跟狗狗相反的 你确定问号是对的 因为我家猫不会问号尾巴 那它是 尾肩踩下来的 其实它的尾巴起来 就是很兴奋的意思 A 快 来 A 3 2 1 拿来吧 小猫 怎么在给出了 共同选择之后 子宁还是心里 不太确定的感觉 因为我家猫可能 它真的有一点点缺陷 就是它的尾巴 它只会保持一个姿势 然后什么时候碰它都可以 因为我家那个猫 可能是个例外 只能说 你们家猫的性格比较温和 就随便柔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要听家里猫 比较多的小气 这一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 你们将累计回答正确两题了 只要答对四题级以上 整场的福利累计将翻倍 没问题 正确答案是 如果早一点达成一致的话 这个分值会更高 但同样也非常厉害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你回答很快 太棒了 其实在听迪的时候 我一直注意赖美云 就是他一直每一题 就很快地给出他自己的判断 每一判断都对 就是因为大家 就是我说的 每个人的那个知识的盲点 是不太一样 所以经过探讨 我们这一题也仍然答对 现在目前为止 为正在小忙直播间互动的观众 一共累计迎取到了 价值98900元现金的 毫无福利了 太明白了 再加油 只要再答对两题 就可以使得整场的累计 翻倍累计了 咱们也给小忙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加加油鼓鼓劲好不好 小忙告诉我 接下来每一期 都会给大家送好无福利 今天是什么呢 小忙好无福利时间到 各位观众宝宝 现在立刻拿起手机 到应用商店 下载小忙APP 进入拿来吧小忙直播间 点关注 一元就能抢到一掌箱 办公室美味小零食哦 姐妹们 待会我就靠你们了 我觉得我擅长的领域已经过去了 不不不不 你可以 下一题 关键词是 生活妙招 怎么 鸭蜜也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怎么了 生活妙招怎么你了 主要是我们三个生活上面都有点 活得太糙了 请听题 当生活中出现难以清除的污渍时 以下处理方法不合适的是 A 借助冰块来清除衣服上的口香糖 B 用白醋来清除衣服上的西瓜汁 这个可以 C 紫砂茶杯中的茶购需要用牙膏清理 这个可以 请回答 A 口香糖用冰块清理 冰块不就是水吗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合适不合适 B肯定是合适的 你觉得C合适吗 C那是喝的东西 你用牙膏清理 你以后喝茶都有个牙膏味 可是牙膏本来就是清理 污渍 你牙齿上面有牙垢 对 我真的得B吗 要我 我选A 对 因为冰块就是水 你给口香糖降温它也下不来 它又不是因为热度贴上去的 对 那我们就 A 我们选A吧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可以的 拿来吧 小芒 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B 是不可能的 那么正确答案在A和C当中 正确答案是 A 是你们选的 但正确答案是C 很遗憾 你们回答错了 为什么呀 其实刚才 赖米云讲到的有一个 真的说对了 又讲对了 有一个点 是稍微值得怀疑的 虽然那个点讲得不准确 就是关于C选项 因为吸附性较强的紫砂材质茶具 不适合用牙膏进行清理 牙膏的味道容易被吸附进紫砂茶具当中 难以消散 这个点说的是有点道理的 比较准确的做法应该是使用小苏打 或者是食盐进行擦拭后用清水冲刷茶具 A选项当中呢 低温环境下会降低口腔糖的粘性 使口腔糖变得更脆 方便剥取 哦 是这样 B选项 白醋可以帮助去除衣物上的水果污渍 利用了物理结构相似相融的原理 呀 太遗憾了 下一道我全听你的 你别啊 你说选什么就选什么 我直接B麦 我先扣电池 不合适 不合适 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进入应用商店 去下载小盲APP 进拿了个小盲直播间 点击关注参与互动 万元好礼还有汽车 七七都送 下一题关键词是 烹饪 啊 我退出 等一下 全退出了 连我也要退出 这个烹饪的部分我也不算 小盲来 小盲来 我不行 我不行 你们这一题要使用道具卡吗 我觉得用这一道就铁对呀 谁告诉你的 我很相信我们小盲网友 对 就喜欢这种对生活充满了 美好幻想的妹妹 确定吗 确定 这位名字叫做 风驰电掣 好好好的小盲网友 好好好 来 让我们接通她的电话 喂 喂 你好 嗨 哈喽 哈喽 你好 请问你是风驰电掣 好好好吗 对的 对的 这是我 是我 我们就这么叫你就可以吗 还是你有别的 比如小名昵称什么的 好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就叫你好好好是不是 可以 可以啊 你对烹饪有了解吗 有自己做饭 但不常做 那你是用什么样的自信 来参加我们这个连线 然后自信地帮助三位现场来宾来答对这道题呢 就是我觉得我把所有的运气都用在了这次连线上 我觉得它神 你要相信你自己 好好 好的 好的 加油 可以的 可以的 请听题 中餐厅播出后 很多网友在小盲APP社区综艺频道讨论烹饪小技巧 以下关于煲汤的说法正确的是 请回答 A肯定排除了 对 排除A 感觉B的说法比较科学 C的话 我感觉它那个汤的话 如果是像蛋白质之类的营养物质 汤应该可能还不如 那个骨头 对 我觉得B比较像正确的 怎么样 我相信好好 我也相信它 那就选B吧 3 2 1 来来吧 小盲 好好好啊 你是现在住在哪个城市啊 方便告诉我们吗 我就是在长沙 你就在长沙 行 对 那一大楼我们不知道上哪儿找你去 好 现在小盲直播间的 这位风驰电车好好好网友 跟现场三位来宾 共同给出B选项 正确答案是 A 和C都是错的 正确答案是B 恭喜你们 谢谢 好好好 哇 厉害厉害 开心 开心 谢谢你啊 好好好 请你继续在小盲直播间 关注我们的答题好不好 谢谢你 好的 好的 有机会我们再见哦 好嘞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也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 关于B选项 骨头汤里加醋形成的酸性环境 可以帮助骨骼中钙质的溶出 但是由于家庭烹饪骨头汤时 为了获得适宜的口感 加醋量不会太多 而且加入的食醋 在高温作用下挥发较多 溶解在骨头汤中的醋量极少 能够溶出的钙质 也就等同于几乎是没有了 好 关于A选项当中 长时间煲汤容易降低食材本身的营养价值 并且包顿的时间过长 汤中飘零脂肪含量都会增高 容易引发高血压 痛风等疾病 那C选项呢 实验表明 用含有骨头和胶原蛋白的原料煲汤 虽然蛋白质含量相对较多 但远远没有食材本身所含的蛋白质多 对 这个是刚才浩浩说的 所以现在你们已经总共回答对三题了 目前已经为小盲直播间互动的观众 引起到的价值十三万四千一百元现金的 毫无福利了 只要再答对一题就可以整场的福利冷气翻倍 加油 加油 下一题 关键词是安全 请听题 小盲乘坐高铁前往外地出差 以下物品中不建议携带的有几项 一 一瓶150毫升的防晒喷雾 二 一瓶100毫升的发焦喷雾 三 一瓶15毫升的指甲油 四 一份自热火锅 A 零项 B 一项 C 两项 请回答 我觉得自热火锅是可以的吧 这个应该是能带的 指甲油应该也可以 因为它的含量少 对 喷雾如果有的话 那就一定两个喷雾都不能带 发焦喷雾可能不一定 等一下还有三十五秒 时间在流逝 快快快 我们没剩多少钱了 C吧 C 我选C 那就是两个喷雾 对不对 对 两个喷雾 我选C 两米 快 我们周深五千了 五秒 五秒 快点 一会儿一分钱没有了 好好好 来吧 小盲 100 700 如果这题回答正确 将为小盲直播间互动的观众 赢取到价值700元现金的毫无福利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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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顺一无吗 虽然说这一题啊 如果答对赢得的毫无福利 相对的分值低一点 但是如果这题对标志着 你们答对了四题了 对 整场的福利累积将会翻倍计算了 所以这个总数 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将会非常的可观 翻起来 正确答案是 C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太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翻倍了 翻倍了 翻倍 翻倍 翻倍了 翻倍了 所以目前呢 对小盲直播间互动的观众朋友 已经拿到了价值13万4800元现金的毫无福利了 那已经达退四题 所以整场的福利累积将会翻倍计算 那在这里也科普一下 其实呢 是第一项和第四项 根据我国铁路运输相关规定 乘坐高铁时超过20毫升的支架油 染发剂和超过120毫升的发胶喷雾 防晒喷雾等自喷压力容器都不允许携带 而自热食品的发热包当中 主要成分有生石灰等易燃化学成分 如果不小心将发热包弄破 与热水结合或者堵住了出气口 都有可能发生大量浓烟和爆炸等危险情况 虽然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铁路民警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携带以免发生意外 好 所以正在看直播间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赶快进入应用商店 去下载小盲APP 进拿来的小盲直播间 点击关注参与互动 拿万元好礼还有汽车 七七都送 我们最后一题咯 来吧 最后一题关键词是 减脂 这个吗 还是这个 这个 运动 对 跟体重有关的减脂 请听题 卡路里是减重人群的天敌 请问在以下食品的描述中 正确的选项是 A 100毫升可乐的热量 比100毫升鲜榨西瓜汁低 B B 把米饭放冰箱 热量会降低 C 灵堂奶茶是无糖的 有糖 请回答 C肯定是错的 对 这都是骗自己的 对 有糖的 我听到第二个我就笑出声 我觉得A选项 因为排除法的话 热量是不会被动低的 因为之前我自己骗自己 我拿这项动 但是别人跟我说错 对 来猫 朋友们就选了 要不就 来 三二一 拿来吧小猫 我们说的也太不笃定了 我觉得这道题有信心 不行 我就现场批刹 子宁完全有信心 信心达到百分之百 对 你嘴角刚才闪过了 0.1秒的含糊 抽搐了一下刚才 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正确答案是 B 很遗憾 你们回答错了 我们稍微给一段时间 我跟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 另外也给子宁一段时间热热身 等一下呢 她要现场表演一下 救命啊 我们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正确答案B选项 冻过的米饭确实会使得热量降低 是因为 淀粉的分子结构发生了变化 产生了更多 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 抗性淀粉 那关于A选项 100毫升可乐的热量 为40大卡左右 而100毫升的 鲜榨西瓜汁热量 是25到30大卡左右 关于C选项 在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当中 为每百克或100毫克的糖含量 不超过0.5克 即可标注零糖 所以灵糖还是有可能有糖的存在的 来 各位小忙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看热闹 不要闲事大 来 大家在弹幕当中 掌声欢呼起来 掌声欢呼 来了 谁能想到呢 谁能想到呢 来 打个棋 还要鼓 厉害 谁能想得到了 今天现场三位的共同努力 加上我们小忙直播间 观众朋友的努力 已经为正在小忙直播间互动的观众 赢取到了总价值 13万4800元现金的好物福利 同时因为你们本场 回答正确了四道题目 因此整场的福利累积 翻倍总共是有 26万9600元现金的好物福利 恭喜 没有白皮刹 没有白皮刹 这里是由小忙APPB 独家冠名播出的三人组队 全民精达生活部 科普节目拿来吧 小忙 下载小忙APPB 进入拿来吧小忙直播间 点击关注 还将可能获得 红光mini EV马卡龙 还有猫背小九年卡 雨昕 刘金瓶礼盒 Lipper 美丽磨盒 Arsis 时尚配饰礼盒 三合铁定号味道 锅具套组 陶卡 白鸭绒四件套 never 文具 加油礼包 等品质好物 感谢以上品牌 对拿来吧小忙的大力支持 谢谢 白鸭进入直播间的观众朋友 赶快行动起来 去下载小忙APP 感谢小忙 为大家提供的积分和好礼 好的 来 我们请亚密代表大家来出题 好 这个题目我觉得挺简单的 请听题 火箭少女101 有几位成员组成 A 10位 B 11位 C 101位 漂亮 哇 大家赶快去答题吧 只要回答正确就有题目 获得三位来贝 天币签名的好礼咯 谢谢三位 B 11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